人危险 唐国公主李渔遭遇刺杀 幸亏宁缺搜的一支无头弓箭射出 公主一个亮枪 恰好躲过刺杀的两支箭矢 谁也不曾想到 堂堂书院的入学考试 竟能出现如此荒唐一幕 倘若不是宁缺这果断一箭 这公主怕是要消香玉玉 只是这树林中藏匿的刺客绝非善类 见行动失败 索性将这满枪怒气泄愤宁缺身上 就此时 一道非剑呼的射来 竟将这树林刺客瞬间出境 定睛一看 只见是那高冠男子缓缓走来 众人见状蜂拥而上 不想其对这树人熟视无睹 不过是大不留心地向前走去 那非见寒光万丈忙 寻人未有反应 便已是那剑下魂 宁缺心中大海 大神果真好手段 当下嘴角一抽 将这男子视作偶像 而也正是因为宁缺那惊人一剑 虽无气还雪山加持 终也是如愿通过书院的入学考试 而就是宁缺去书院报到的这日 山门前一男子叫住了宁缺 此人正是书院大先生李漫漫 只因察觉到宁缺手中的 大黑伞非同凡物 竟提出用手中天书与其交换 宁缺自是不识眼前之人 上下一番打量 宁缺不知这马车之中所坐之人 竟是传说中的夫子 哪里会想到自己竟错过了一个历史时刻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 咸花满地愁 不肯换才是他 咱们走吧 或许这就是宁缺入书院所上的 第一堂课 就看书院之中 所有新入学的学子站立于楼前 看着书院的三先生鱼帘双目放光 这节节我好小呀 步法好长啊 美如的天心 诸位请上来吧 此处便是大唐书院赫赫有名的旧书楼 坐拥世间各类修行之道 二层楼内的玄妙书册 无法记忆 只能体会 若你们没有修行前置 却要强行入书 会导致某些很不妙的结果发生 这三师姐话音刚落 那不知天高的心声 便已是承受不住这书中大道 阵阵眩运之感传来 纷纷昏沉倒地 而宁缺姿也不是那天才 随手拿起那雪山汽海出炭 开篇刚映入眼帘 便是一阵撕裂感涌上心头 不过片刻 便已是被担架抬出了二层楼 三师姐对这一幕早已是习以为常 想来数月内不会有人再扰自己清秀 偏偏宁缺可不是随意认输的主 第二日又独自登上这二层楼 天地有呼吸 是未吸引 这次宁缺倒也是看清了这第一句话 不过也就一句 那眼中的字迹便开始模糊起来 七月是使尽汇聚心神 那一股蕴传欲偶质感便愈发强烈 宁缺自己都不知是如何回到家中 修行果真是件麻烦事 只觉冥冥中是有人故意落下一座大山 阻挠自己修行 有山大不了绕过去 太高太大死了 那就把山劈开 这便是宁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山中有谷又何如 终有一日 不是我容不下这世界 而是这世界再也没有资格容的下午 如此日复一日 那一本薄薄的雪山气海出炭 已是越来越清晰 这书院的十二先生沉皮皮 无意间看到宁缺夹杂在书中的笔记 也觉这少年甚是有趣 竟完心一起在其笔记上做起解答 如此一来二去间 宁缺竟顺有顿武 无趣思考 只看文字本身 点为策 横为乐 树为弩 勾为月 提为策 勇自八法 拆字副官 终将那书中文字尽数看清 胸腹气海中 近乎有所感 如是进入另一个世界 莫非这 便是神念师的念力吗 就见自己如身处宇宙洪荒 一披头散发的男子手中常见尖锐名笑 却不想下一命 那男子竟忽然朝着自己冲来 费物中文字尽数看清 咸金 辣族 带路中文字尽数看清